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农村的老人常说这样一句话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尤其在日常生活中,当一个人面临困境无法解决时,多数人也会发出这么一声感叹。 这样的说法好像就是上天主宰着人类的一切的。 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这句话出自论语,言渊,意思是说,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有定数的,是否能够荣华富贵,一切都是天定的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其实,论语,言渊,原文记载,司马牛幽曰,人皆有兄弟,我独王。 子夏曰,商文之矣,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 显然,是子夏在规劝司马牛,生死是命运的安排,富贵靠上天决定,不要过分忧愁,应当顺其自然。 司马牛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徒弟,司马牛看到子夏勤学好问,善于思考,很受孔子喜爱,想到自己以前身为贵族,而且现在处境得大起大落,不免觉得心中悲凉,自己身处一乡,无亲无故,内心的寄疗只感越发深刻。 于是,不禁感叹,人即有兄弟,我独王。 这句话,显然带着些许悲观和抱怨的心态,子夏听后,很诚恳地劝解道,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君子敬而无师,与人恭而有礼,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。 不得不承认,古人对生死有命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,但这不代表古人在面对逆境时是消极悲观的,子夏所言的后半句就道出了人生真正的哲理。 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这句话,其实是告诉人们不要刻意去追求某些东西,而要学会放平心态,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。 在我国历史上,武丁忠兴相信多数人知道,武丁是商朝的国君,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君王。 他任用的宰相姓,傅明说,傅说在以前可是个无名小卒是个奴隶,一个奴隶又是怎么坐上了宰相的宝座了呢? 按富贵在天的说法,说是武丁做了一个梦,上天告诉他, 有一个人可以帮他治理国家,以图大业稳固。 于是,武丁命人画出此人的相貌,并说出方位派人去寻找,后来找到了这个奴隶,封为宰相,也因此历史上有了武丁中兴的记载。 奴隶出身的傅说一跃成为宰相,在当时的确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 武丁梦见上天启示,告知贤能,难道真有这种巧合吗? 其实,这是骗人的。 在武丁未即位前他已经和傅说认识了,当时武丁是查明情巧遇隐世傅说,傅说隐居在傅言, 因生活穷困,就自卖自身,沦落为奴隶。 一场对话让武丁很佩服这个奴隶的独特见解和治国之道。 武丁即位后,想重振殷商,但是没有贤臣辅佐,因此想到了傅说。 可在当时的奴隶社会,等级制度也是很严格的,就说是贵为一国之君,要想破格重用一个奴隶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,毕竟让一个奴隶当宰相,那些贵族们也不会同意。 所以,武丁假托天意把奴隶出身的傅说推上了宰相的位置,那些奴隶主贵族们也就不敢说什么了。 据说,傅说以前是一个奴隶,也没有名字,这名字也是武丁给赐的。 傅是辅佐的意思,说是欢悦的意思,有着既能辅佐,又能让百姓欢悦的寓意。 傅说当了宰相后,极尽文韬武略之才华,朝廷内外治理得秩序井然,武丁对他也是言听计从,整治腐败推行新政,终于国家再度复兴,以致武丁中兴计入历史。 由此可见,富贵在天并非在天,全靠自己的才华,更靠自己的机遇,如果你是块金子永远都有放光的时候,只是有没有人发现而已。 面对人生,我们要学会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,不要选择消极回避,与人相处,要谦卑有理,不要狂妄自大,更不应该过分忧愁。 当身处逆境时应该将其看作是通向顺利的一个过程,成功迟早会来,只有这样,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冬至节气是十二节气之一,也是冬季的第四个节气,与每年的公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交结。 今年的冬至节气是十二月二十一日,也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十八,星期二。 冬至是太阳南行的极致,标志着寒冷天气的正式开始,因此在民间也有着冬前冬后,冻烂石头的说法。 过了冬至之后,也就开始数九了,每九天为一九,数到九九八十一天之后,也就要春暖花开了。 可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数九呢? 这是很多人的疑问。 俗话说冬至时数九,鬼字当副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如果说冬至开始数九,怎么还要鬼字字来当副手呢? 这句话重点就是一个鬼字,这里的鬼是十天干之一,甲、乙、丙、丁、物、己、耕、心、人、鬼,为十天干。 在以前,按照古老传统的忌日方法,一时天干时天干,甲、乙、丙、丁、物、己、耕、心、人、鬼,结合十二地之,子、丑、银、卯、臣、乙、武、为、身、有、虚、害来相互配合,组成六十组不同的名称来纪年月日。 人们把每逢天干有鬼字的日子就叫鬼日。 而且在五行升课上人们把十天干也分成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属性。 这五种属性中各有一正一负,也就是说各有一阳一阴,即甲、阳木、乙、阴木、丙、阳火、兵、阴火、物、阳土、挤、阴土、羹、阳金、心、阴金、人、阳水、鬼、阴水。 属水的鬼属阴,自然为父,而人则是水属性的主管,也就是正手。 说到这里,大家也许会明白一点,这和一个企业、一个公司是一样的,决定大事的时候还是要由当头的一把手来拍板才能定下来的,副手只是辅助作用。 冬至始属久,鬼自当副手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。 也就是说,到了冬至交结时,开始的时间以鬼自约定,自当先。 属久的时间就是冬至交结后见人开始属久。 人属阳属水,遇到寒冷的冬天就要滴水成冰。 因此,人日为寒冷的正是开始,也是由至阴转阳的开始。 人们常说冬至一阳生,夏至一阴生就是这个道理。 冬至是阴的极致,也是阳的开始。 所以说,鬼自当副手,很明显是自领头,从日这天起就开始属久了。 常言道冷暑三九,热在三伏,三伏天也是如此。 古人同样认为,夏季暑火,代表炎热。 秋季暑金,由于夏季是火最旺的季节,过了夏季之后,天气越来越热, 庚金遇到强火,就会被融化,强火融金,因此金气要浮藏。 所以,金气浮藏之日就是炎热的开始,也就有了夏至三更入浮的说法。 但在民间也有不少人说,冬至节气这天是开始属久的日子。 说错,也不错,因为冬至节气是最寒冷的开始,在农耕时代为主的人们, 为了便于记忆才暗冬至日开始属久的。 按古人的传统记日法来说,人日开始属久,应该更正确一些。 今年冬至交节时间是农历的十一月十八是鬼卯日, 如果按冬至开始属久,就不正确了。 因为今年冬至的人日刚过,再见,人要十一天以后, 也就是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七为人日,所以,正确的属久时间应该是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七。 这是很少见的一个冬季,说明今年寒冷来的比往年要晚一些。 当然,这只是本人的认为方法,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认为,欢迎留言。 总之,不管怎样的说法,冬至属久却在民间流传广泛, 因为过去的人们生活条件差,都希望春天早日到来才开始一天天的属日子的。 这也是老百姓期待温暖天气早日到来的一种愿望。 赴东九九歌约,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严领走,五九六九抬头看柳,七九合开,八九宴来,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